好 其實台灣 實務上有碰到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我就曾經碰過一個爸爸 那他們全都住在座位 但是老實講是因為創業有成 全都住在座位 譬如說老闆住老闆 再來就住二哥 再來住大哥 再來住什麼妹妹 但是爸爸在規劃遺產的時候 就家裡都給孩子 女兒說你一個人半幾億就好了 但是老闆這房子繼續在座位 那一般來講 台灣的觀念 女兒不敢反抗 都會說好啦好啦 有錢也拿也不錯 然後還有房子可以住 但是老闆這樣沒問題 多少都會 一個是說 如果說他在 就是爸爸他在生前 沒有把房子都過掉的話 女兒拿了錢之後 他其實還是回來 可以再去再組贓 主張自己的特留分的部分 那另外我以前聽過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例 那個是爸爸在生前就分好了 他就是土地給哥哥 房子給妹妹 所以妹妹只有這個房子的權利 地上權而已 然後結果就後來 因為他妹妹也幫忙一起繳 因為那個房子好像還有一點 就是因為他自己蓋的 還有一點貸款 妹妹也幫忙繳 繳到差不多完的時候 哥哥把妹妹趕走 妹妹說 哥哥就說 現在我那個 因為他那個子大 大小 也要住了 你住在這邊也不是辦法 我們一家人要住在一起 就請那個妹妹離開 妹妹說 房子是我的 那你不能夠這樣子 而且我繳那麼多年房貸 他哥哥就說 看房子多少錢 我算給你 拿不到一百萬 就叫他妹走人 他妹怎麼要走 他妹不會走 對啊 對啊 所以就變成是後來這個東西 這件事情 我知道後來是有訴訟 但是訴訟有沒有贏 我不知道 那只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的那個糾紛 是來自於父母之間 他可能在分配財產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平均 那像這個狀況的話 是比較 比較罕見 就是土地跟房屋的 這個分給不同的人 他就會變成是 之後會有一些 兒女的一個糾紛 其實觸抗比較有利 雖然土地比較有價值 可是如果妹妹是觸抗的時候 她說我是所有權人 哥哥你走 因為你土地 我是跟你 就是像租土地一樣 我是在土地上 也許我付你地租 也許或者是怎麼關係 沒關係 可是房子是我的 所以反而是妹妹 可以叫他哥哥走 反而不是這樣 那我是哥哥 土地是我的 我可不可以一直往下挖 我就住地下室不行嗎 這個很好 他說那再跟他哥哥講一下 對啊 而且他哥哥後來 他哥哥想要這個房子 因為差不多三十年了 他哥哥想要作為老 然後想要作為老 重新合見之後 他就是要把妹妹黏出去 維修老見 對 因為就等於說 他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可以比較多的權力 還有一些長輩 因為你起床 所以他捨不得賣 即便走了 就交代子女不要賣 對 我們那個時候 有一個長輩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 有提到就是你的 你這個如果說是鎮雨 或者是繼承的取得 你都是用那個房屋 平地限制 跟那個土地的公告限制 當作成本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長輩 他是把他的宗辭 要給小孩子 然後因為你知道 就是取得 就是繼承取得 不用土地支承稅 所以他後來 他就是安排 就繼承取得 然後跟小孩子說 你如果這個東西 要繳稅 所得稅很重 我是建議你不要賣 小孩子酸酸酸酸 發現所得稅真的很重 所以他也不敢賣 那我們是看到有一些 他就是故意用 他不繳預留稅源的方式 讓小孩子就是他取得了 因為他沒有負擔 沒有那個土生稅 然後他 但是他不敢買 用這樣的房子操作 因為稅太重 拿不去 OK 好 不過台灣 移轉土地房屋 其實大部分都繼承來的 據說有六萬件 是不是這樣 那個房兄 所以如果想要 少繳一點稅 有什麼好方法嗎 其實受繼承 就像剛剛我們那個 長信所提到的 是繼承取得的話 其實他的成本 其實是本來是沒有成本的 但是就是因為土生稅 就免了嘛 然後他的成本的話 就是用公告限制 土地公告限制 房屋平均標準價格 那因為一百零四年 八月十九號 財政部有發一個函說 因繼承取得 因為現在一百零五年 一月二號以後 有房地合一稅嘛 所以一百零四年 八月十九號 財政部有發個函說 如果因繼承取得的話 他的取得的時間點認定 不是看什麼時候繼承 是看被繼承人 取得日是什麼時候 如果被繼承人取得日 在房地合一稅之前 他就可以用救治 那他只要刻房屋 這樣就可以少繳一點 對 OK 這是一個可以用的方式 如果說你真的要 要稍微節省合法的部分 就是說你不要把那個 你的房屋貸款都繳完 有時候你在房屋貸 你跟銀行欠債 你還是跟銀行欠一點 欠一點錢 我覺得有時候 欠一點錢是滿好的 欠一點錢 有些負債的時候 你還是 我說合法的負債 還是可以扣掉的 對 那因為現在二零一六年 那個房地合一 上路之後的話 有些人他們結稅的方法 就是戶口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做六年的 你持有 持有自用六年 你可以有四百萬的 一個扣除額 剩下的部分是用十趴 那現在有一些人 他們是這樣操作 是 好 那 劉律師 你這裡說有那個 妹妹聯合起來 顧老母跟住兄弟 對 那因為這個是 這個事情有點久了 但是我在士林區那邊 做民眾法律諮詢的時候 遇到的 那個案例是這樣 那這個老先生他過世前 他交代他太太說 將來他的現金 都要給兒子 因為他是個小孩 前面兩個是男生 後面兩個是女生 那因為現金 但是他就是把一些 主要的不動產 都處理掉 大概現金比較多 大概有兩千多萬 那這個媽媽 他就 就在這個先生過世之後 大概第三天 第十天 就拿先生的印章存折 去把他從他先生的錢 轉到這個小孩子的名下 對 那這種情況 當然這個兩千萬的現金 這個要贈語 對 這個應該是贈語沒錯 但是重點是他的女兒 他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這筆錢被私下轉到 大哥二哥的名下的時候 他們就不能夠接受 因為女兒也可以分 對 女兒也可以分 因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對 但是因為老太太就是認為說 因為這是老先生 臨終前交代她的 當然你也不是說完全沒有 但是相對之下 那比例就少很多 那其實媽媽這樣的行為 在法律上來講 嚴格說起來 她甚至都已經 觸犯到刑法了 為什麼 因為 背景人過世之後 那個財產其實都是屬於 大家共同共有 那如果說你今天就拿著 印章存折去 然後提那個領款 那寫先生的名字吧 這個其實都有可能 偽造我書的問題 其實這媽媽不知道 這個事情 對 她不知道 但是她覺得 我就是按我先生的意思去做 其實就是最後她被告的時候 當然她就也很難過 因為她活了八幾年 都遞稅要這種事情 所以她的心理是非常難過 所以因為實務上 我們看過很多這種就是說 她都覺得說 我就是聽爸爸的 或者聽過世媽媽的話 就去轉帳 其實這種行為在法律上 是非常危險 非常高的 好 那你寫的這個書 這個人生最重要的使用說明書 玉立遺嘱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東西 要跟大家這個吩咐的 說吩咐的不敢 其實這個只是說 我在多年這樣子做這些遺嘱 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裡面來主要就是說讓那個 就是讀者能夠在很短的時間知道說 要預立遺嘱的時候 他應該掌握的重點在哪裡 其實那個字數不多 看起來閱讀上應該也還滿輕鬆的 就是說從你開始要準備 規劃寫自己的遺嘱的時候 然後要準備什麼 那你遺嘱內容 你需要什麼 你可以自己先做一個這種盤點 因為每個遺嘱內容不一樣 需求不一樣 是 那旁邊用你的遺嘱的範本來講一下嗎 我個人 保證 對啊 保證再講一下 要保證 保證一下 要買書 有 要買 要趕快買書 要趕快買書 金額不要講 我們的遺嘱自己是很簡單 因為當然其實我自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的財產 也沒有說很多 大概就兩個房子 一些股票這樣而已 但其實我覺得就我自己 現在這個年紀 女兒還不算大 你五十幾 我五十九年次 五十九年次 現在五十二 五十二歲 今天五十二歲這樣子 你幾歲就寫遺嘱了 前年才寫 前年寫 五十歲才寫 對 那其實我個人是覺得是說 其實我現在看到很多人在寫遺嘱 其實不一定都是完全在交代財產 我個人是觀察到有這種現象 就像我自己的遺嘱裡面來講 其實有一半以上都是寫 我對兩個女兒之後的一個期許 萬一我在這一刻就走了 對 爸爸希望有些什麼話跟你說 就透過這個 是 有點好像那個時空交囊的感覺 就是說你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爸爸不在了 那你看到這個遺嘱 你就知道 爸爸曾經是愛過你了 好... 可是... 就是說那個期許 也許真的對他們很重要 可是你又活到一百歲 這是新的遺嘱 我就是要寫新的遺嘱 因為遺嘱你可以 都可以隨時更新 可以隨時寫 對不對 也許他們現在國中高 大學這個階段 我對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期待是什麼 等到也許 我又活了十年 他們也搞不好也都成家立業 對不對 那也許我就會有 對他們新的想法 新的交代 那搞不好我的孫子 也都出來了 那你寫那個遺嘱 對他們的期許 他們有看過了嗎 沒有 他沒有講也期許了什麼用 到最後看的時候 他就知道了 就是真的你有意外的時候 對 蘇律師 你是怎麼寫的 我 我就先前面是 因為我寫這個遺嘱目的 希望我的家人能夠很平安 所以我會先寫說 因為財產不能分 分一樣的 不好意思 我只能知道 沒辦法分一樣 一定有的是 稍微多少 一定是這樣 那所以我寫說 你們感謝上帝 給我這麼好的人生 我寫這個遺嘱 希望大家不要吵 不要吵架 希望照著我的意思 要和諧 要和諧 不要分 分淨財產 那接下來我就會寫說 我的 因為我主要的是 事務所的這個權利 我的權利就 原則上會給我的這個 現在目前講 那就是大兒子 那另外我有一家 為什麼事務所的權利 給大兒子 就是 因為事務所他不可能有 他不可能經營 可能他為何如果我不在的時候 就是會 後面的人會 清算一下 把錢算給他 因為他不是律師 法律事務所一定要是律師 才能當那個 那以後搞不好 他也讀法律系 那就 那我就可以改 我就很開心 那所以 現在另外 有的財產部分 其他的財產 一些有價證券等等的 可能就會給老二 那另外有一些重要的價值 一些紀念品 我也給我的太太 那這裡面我特別還 紀念品給太太 對啊 所有權給兒子 財產給兒子 所以因為現在是這樣 我是住在我太太家裡 我沒有 我住在我太太家裡 藝術書裡面 沒有房子 他一翼的不動腸 在太太名下 他剛剛說的 他一翼的不動腸 是哪有太太的 不是 我就房子 我現在住我太太那邊 我怕他趕我走 對不對 那我把重要的東西 會給他 那最後我還要注意 我寫說 我的遺囑執行人是誰 那我是 找我們事務所的 周一傑律師 當遺囑執行人 因為我過世之後 怕小孩子會吵 那所以就遺囑執行人 他可以幫我 去把這個事情完成起來 那太太跟兩個小孩 都知道這個事嗎 他知道我有寫 可是他們 他那個 他不知道那個完整內容 我不會給他看 因為遺囑後面會改 因為我相信我財產 還會再增加 努力... 還會再增加 那就會有些 可能會有些調整 對 所以先這樣 那我也鼓勵說 寫遺囑不要怕 反正就算是我以後開竅 花一花 把它花到也沒關係 不要想說我寫遺囑 就不能動 不是 你可能 我可能會捐一些財產出去 可能說他沒有 為什麼 我捐出去 我認為小孩子他 他只要有好的信仰 好的品格 那我給你一切基本就好 不要把太多給他 真的 如果太早 太早讓他知道 不一定好事 所以我說 其實像孩子跟我講說 他其實真的 小時候說 爸爸你的財產 我其實... 你不是說那要給我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怎麼到最後沒有 沒有 我沒有給你 我沒有給你 我說你爸爸現在勸財很多 為什麼 綁帶要繳 什麼都要繳 你看的東西都要繳 所以爸爸要出去工作 他慢慢... 他講這個就丟起來 幫你繳 顧著你要繳 他就知道 沒有那麼緊 而且我會說 我不會把東西都留給你 現在這是爸爸 我一直跟他 這是爸爸的 爸爸要花就花 媽媽要花就花 你們是你們的 你們要自己想辦法賺 我不要讓他很簡單 就拿到這個錢 所以我會跟他講 NO 這現在都是爸爸的 蘇律師兩個小孩都很可愛 都是男生 然後你剛剛講說皮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那你覺得 太太會不會皮 他會不會皮 蘇律師 蘇律師 你可以說 太太是最... 最太的話都是對的 所以太太其實 他其實太太都會生氣 我就要想辦法 讓他居中一下 左右調整一下 不要想起 你們不要調皮 怎麼調皮 可以這樣講嗎 就太太也分到三分之一 可以 但是我覺得實質上 我的因為大部分 我現在就已經給我太太了 所以就其實就 實質上只要超過了 因為我現在就是 現在就很多資產 給他 也就是他的 但是你給他以後 你分給小孩的 也包括他的吧 對 有 還會有一些會給他 一定要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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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